2012年 致病的埃博拉病毒爆发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穆斯林民众 被禁止到麦加朝圣 2003年 中国爆发萨斯 后来以惊人的速度 传播到20多个国家 美国卫生部长塞比利斯说 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 任何一个地方爆发疾病 意味着一趟飞机旅行 就可能带到其他地方 微生物和疾病 比任何时候移动的都更快更远 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不认识 也不会在国际线上停止前进 他补充说 大多数国家对于疾病爆发准备不足 至少30个国家间合作 我们可以在今后5年 保护全世界至少40亿民众 所以美国把一些 中高低收入的国家召集在一起 共同合作缩小差距 在此之前 美国在越南和乌干达 进行了试验项目 帮助这两个国家改进疾病检测 和应对疾病爆发能力 美国传染病协会的公共健康专家 阿迈什·阿德加说 这个行动的目的是控制全球疾病爆发 同时也帮助各国应对本地的疾病 很多用来应对一些未知疾病的技术和技巧 也可以提高应对常见疾病的能力 奥巴马政府计划今后一年拨出4500万美元 用于在发展中国家预防 监测和应对传染病威胁 美国呼吁其他国家 也为避免下一个全球流行疾病而付出努力 美国传染病毒 美国传染病毒